201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將在9號登場 代表我國的車手吳柏宏將首度以中華亞運培訓隊等身份參加比賽 台灣的另外一支隊伍則是國內職業自由車史上 第一支由車商所成立的高士特職業隊 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將在9號開跑 我國第一支由車商成立的高士特職業車隊 將正式在國際舞台亮相 新陳軍的高士特擁有台灣一哥馮俊凱等高手 年度預算高達6000萬台幣 這些都讓國國自由車名將吳柏宏讚歎不已 台灣已經那麼久以來都沒有一個真的職業車隊 我當然希望他們能夠走出去是最好的 希望可以踏出這一步 然後可以跟頂尖的選手有那個比較一下 由於今年環台賽只有五戰 其中就有三場是平路賽 代表中華亞運培訓隊的吳柏宏擅長衝刺 他曾經在2012的台北市戰道圈賽 拿下單戰亞軍 期盼這一次能夠突破個人最佳成績 往年我最好的成績也是單戰第二嘛 然後夢想 我目標還是希望可以在環台賽 能夠拿到一次單戰冠軍 這樣子 另外吳柏宏也跟廠商合作 藉由全新的踏板效率監控系統 各項能力數據化 確實平衡左右腳的力量 讓訓練事半功倍 可能我的力量夠 可是沒有辦法 完全輸出在腳踏車上面 然後透過這個 我可以知道我在哪一個點 可能沒有出到力 然後可以經過這個功率計 然後去改善我的騎車方式 2014環台賽是國際自由車總會 2.1級的頂尖賽事 這次除了各國基因車手來台爭冠 我國也推派中華亞運培訓隊 跟高斯特職業隊比較高下 希望能夠留下黃山起足夾擊 UDN TV 甘邦捷 楊玉昕 台北報導